今天继续介绍一下油画棒的基本用法 首先是叠图法 首先我们要知道油画棒的颜色是可以用刮刀或者笔刮下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油画棒上刮出自己想要的图案 在使用叠图法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在底层先铺一层比较浅的颜色 然后再在这个颜色上覆盖一层深一些的颜色 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刮刀刮掉上层的颜色露出底下的颜色 比如在画一些草或者树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底层涂上绿色 这样就可以描画出一些非常细致的形状 再比如可以画流星 画猩猩 还可以画烟花 像这样想勾画出烟花的大致形状 再通过一些细节处理 就可以画出很漂亮的烟花 烟花的画法在后面的教程中会讲到 再来讲一下油画棒中的大佬白色 首先我们如果想要降低画面颜色的饱和度 可以在原有颜色的基础上覆盖一层白色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 有一些颜色 比如说蓝色紫色等颜色 在遇到黄色橙色这种暖色调的时候 衔接在一起画面会很脏 甚至混色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两种颜色的交接处涂抹白色 这样过渡起来就不会混色 或者让画面变脏 最后来讲一下油画棒侧风的使用 油画棒的侧风可以直接画出一些线条 画的时候要注意不停地转动油画棒 我们还可以将油画棒重重地压在纸面上拖拽 来画出这种基底感比较强的效果 这种方法一般可以用来画海浪 画云彩 画花 这里先随便画一朵花来看一下效果 油画棒一些常见的用法到这里就基本讲完了 关于刮刀的用法 颜色的选择 各种云朵花海浪等等的画法 后期都会陆续地出视频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